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一个多头市场 其实不要想那么多 就是顺势操作 那你一旦预设了立场 就会想要放空 所以我们也提到 这一波的行情明明涨势非常强劲 可是龙卷却创下历史新高 这其实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行情是走多的 但是做空的大有人在 那为什么呢 因为做空的人 当然他不断地认为涨太多了 所以就预测随时可能要下跌 可是在还没有真正下跌的那一天之前 也许你的空单 就先被嘎上去 赔了一层 赔了两层 赔了三层 赔到断头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那行情真的会走到哪里 就让市场去决定 不是你说了算 不是我说了算 我们没办法去做这个预测 真正的高点在哪里 哪一个时间 是没有办法事先预测的 但话说回头 台股涨到这里 是不是有风险呢 当然也有啊 威阳老师之前讲过 其实呢 频频上涨创高市场 就怕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叫做太贵 那我们可以从巴菲特指标 用股市市值除以GDP来看 那台股目前这一项指标 是超过了200% 是有史以来的最高 所以台股当然是偏贵 但是呢 钱就是这么多 钱就是不断地进入到市场 那你说贵 但它还是涨 这没有办法 因为呢 有钱就是老大 那第二个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是过热 那涨高就可能会过热 可是呢 热就像呢 天气温度一样 30度有一点热 32度很热 35度热得不得了 可是它还是有可能来到什么 37度 38度 39度 越来越热 那道理多热叫做最热 同样的 回到刚才的讲法 你不会知道的 那讲了这么多 我其实 最后只是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你们看我的节目 我希望你们呢 比其他市场的散户投资人呢 多学到一些知识 然后多一份警戒心 懂得保护自己 这样就够了 可是呢 一定要顺势操作 现在是多头 我希望你们不要做空 现在是多头 我希望你们好好把握 不要去预设立场 那你所担心的事情 担心什么呢 当然是怕大跌 对不对 很简单 我跟大家讲 既然都已经是过热 既然都已经是偏贵 可是呢 为什么行情还能够继续涨 很简单 我们回头看一下成交量 有一阵子呢 没有拿成交量出来 跟各位聊聊了 你看哦 今天成交量多少 2300亿 上礼拜五成交量多少 2200亿 上礼拜四成交量2000亿 上礼拜三成交量2300亿 2300亿 2300亿 所以上个礼拜呢 基本上都是2200 2300亿 那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现过危险的大量 那多少叫做危险的大量 对应现在的指数 是已经快要逼近14000 台股的市值是创新高的 那我认为 最起码这个量呢 超过3000亿以上 才叫做危险量 最起码你要超过3000以上 才是危险量 甚至呢 超过3500亿 所以呢 你可以把将来观察的方向 就放在成交量 会不会大于3000到3500亿 那如果还是维持2000多亿 那指数呢 不管是上涨或压回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呢 立即反转的危机 所以贵或者是热 当然呢 是让我们增加一些警惕 不要在多头行情当中迷失了自己 然后一头热 但是其实就台股目前来讲 我觉得走得还蛮小心谨慎的 而且呢 今天量虽然呢 没有很大 对不对 2000多亿 但蛮特别的是 今天有没有涨电子股 有 那今天有没有涨传产股 也有 事实上呢 今天大概市场上最热门 最受注意的应该是 联电的涨停板 股价改写18年新高 那么带动很多半导体个股 也都大涨 但除了连电之外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今天有很多的 传产原物料股 股价也非常的强 那么这个其实呼应了 之前魏阳友是提到的 现在这个市场 不只是指数很精彩 越来越高 其实是遍地开花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不是只有涨大型股 小型股也会轮动 那不是只有涨电子股 传产金融股也在轮动 不是只有强势股喷出 低位阶的落后股 也在做补涨 所以这个盘式 其实是非常精彩的 那只要没有爆量 基本上呢 这里都可以好好的 来选股操作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想来跟各位呢 先聊一个话题 是关于呢 既然最近的盘式 这么样强劲 那当然有很多的利多会出现 那往往呢 用功的投资朋友 看到利多消息的时候 会找到一些潜力股 那你可能会有 想要买进的冲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今天报纸呢 提到关于面板产业 那从6月开始到现在 面板涨幅是高达50到70% 创下历史新高 那面板的整体的涨势 还会延续到明年 这个是产业的资讯 那内容对不对呢 当然正确 那面板景气好不好呢 由此可见 真的非常好 不但是现在好 那么接下来也会好 明年呢 甚至像群创的董事长呢 还形容了景气是万里无云 所以明年呢 当然是看好 那我说 有时候呢 散户朋友呢 会去吸收一些资讯 做做功课 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 那回头你就会去看一下 友达或群创股价 那可能就会想买 那为什么呢 那简单来说 一般呢 大家想买友达跟群创 大概呢 跟面板的报价有关 跟面板的景气循环的阶段有关 还有呢 大家会去看一下股价嘛 友达的股价只有11亿块钱 群创的股价呢 更低 还不到10块钱 只有9块多 这个股价呢 人人买得起 而且呢 成交量又够大 那所以呢 好进好出 那散户呢 资金少 买个5张10张 不成问题 资金多一点点 想买个100张 200张 也不是问题 那基本上呢 除了股价低之外 那么吸引散户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因为 友达的每股净值是17.89元 那刚才说到股价才11块多 所以它的PB股价净值比 只有0.63倍 那股价低于净值 当然会让人家呢 想到 这41党呢 很委屈的 低估股 股价被低估了 那群创呢 每股净值 更高达22.94元 股价比友达还低 结果每股净值比友达还高 股价净值比 便宜到只有0.41倍 好 那我们再看他们的第三季财报状况 第三季呢 是不是真的景气好呢 那群创第三季单季获利0.16元 结束了连续7个季度以来亏损 友达第三季EPS 0.3元 也结束了连续6季的亏损 好 而且呢 会持续的好到明年 报价大涨 那第三季财报都搅出了 亏转型的好成绩单 那股价又远低于每股净值 那股价又非常的低便宜 集合了种种利多的因素 这个都吸引了散户 可是 可是很重要对不对 一定要听下去 可是什么呢 请问买进友达 买进群创的朋友 有没有赚钱 我们来看一下 友达的高点在9月 到目前已经经过了 两个月时间的盘整 那群创的高点 也是在9月 经过了两个月的盘整 那么这两家公司的线型 当然非常非常的雷同 非常的类似 这一条线叫做季线 目前股价的盘整 事实上它比较像是盘跌的形态 高点越来越低 低点也持续的破低 那么股价现在是跌破季线 那这么多的利多 我们刚才说了 面板双虎有五大利多 可是 可能比你我还要聪明的外资 怎么一直卖 怎么会是一直卖 那谁在买呢 就是散户 散户的持股比率 节节高升 友达是这样 群创也是如此 外资卖 散户接 股价破季线 慢慢的盘跌 所以 产业 当然要研究 可是你们有没有记住 威央老师讲过的 高手思维 基本面 决定股价的高度 但筹码面 会影响股价的速度 换句话说 利多消息 其实最怕的是 人尽皆知 如果外资早就知道了 那现在利多消息 反而是大量的流传 被新闻报道的时候 可能散户才开始进场 但外资或许已经把资金拿去 转占其他的标的了 其他准备在 两个月后 三个月后 去发酵的利多个股 这个就是 市场资讯的不对称 那当然可能也还潜藏 一个因素是什么 我们说基本面很重要 基本面影响了股价 基本面会决定股价的高度 那照理来说 面板景气大好 股价好 就算筹码凌乱 整理一段时间 它应该还是要上去 但所谓的基本面的好 不是只看表面标题 这个万里无云 或者说报价涨了多少 因为那个叫做过去式 那面板的好 其实也跟笔电有关 魏杨老师简单举个例子 我们就从笔电 今年逐季的出货量数据 一直到明年的数据 分析给各位听 那请你注意 今年第一季笔电 全世界的NB笔电 出货量是2960万台 那季减26% 年减12% 这是谷底 接着到了第二季 特别注意 出货量大幅成长到5185万台 季增73.6% 年增24.1% 大幅度的增长 那到了第三季呢 笔电还在成长 出货量呢 拉高到5199万台 上一季是5185万台 现在来到5199万台 是不是成长 可是呢 季增的幅度只有0.3了 是不是明显的放缓 那年增率呢 22.9% 那第四季淡季 预估出货量呢 会进一步减少到4441万台 反倒又呈现季减14.6% 那年增率呢 也缩小到9.9% 所以今年的四个季度 其实笔电最有爆发力 高峰是在第二季 那第三季 虽然比第二季成长 但事实上呢 已经放缓了 那再用今年跟明年 去做比较 今年笔电呢 全球预估出货量 是1.78亿台 年增率18% 那么现在大家也知道 这个宅经济 这种新生活形态 会持续下去 所以明年笔电呢 也是前途一片光明 我想很多笔电的品牌厂 大工厂 或是周边零组件厂 都异口投声的说 看好明年笔电 因为远距会议 教学办公的需求 会持续的大好 但是刚刚讲了 今年的年增率是18% 明年继续成长 但是年增率只有7% 所以当今年笔电的出货量 或者说相关公司的 营收获利数据 这个基期垫高之后 明年能不能成长幅度 比今年更高 答案是三个字 不可能 明年只会放缓 那反应在股价会怎么走呢 我们就举 2353的宏基为例子 因为它同样具备呢 利多题材丰富 股价低的优点 所以吸引很多散户去买 你先看散户是买很多 可是外资却一直卖 股价呢 也是呢 9月建高点之后盘跌 现在跌破季线 那明明呢 EPS逐季成长 第一季赚0.18元 第二季成长到0.4元 第三季大爆发到0.76元 可是呢股价慢慢的涨不动了 所以讲到这边 魏杨老师呢 并不是要特别跟你讲 所以友达 群创 鸿基 怎么操作 而是我是从这几两个股里面 举例要告诉你 进入到年中 你要注意 很多你不熟悉的题材 新标股 正在开始萌芽诞生 很多市场都知道的利多 传变的市场 散户反而在抢 那种股票你要避开 因为它可能早就已经先涨过了 或者是说 当今年的基期垫高之后 明年的走势 将会非常的辛苦 因为要再突破 要再高成长 接近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其实年中带有一种了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的一个概念 去无存经 太弱换强 很多已经涨过的题材 市场上人尽皆知的利多 其实慢慢都会顿化 这些股票 你再抱着意义不大 更不要说还去加码 摊平 反而很多新的东西 正在开始产生当中 所以现在要做 就是直接做新主流 新标股 欢迎跟着魏阳老师 一起来操作 看完这段节目 一定要记得帮我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最近发现很多投资朋友 股票被套油的问题都是在于 对于产业基本面 产生一种迷思 因为 现在的投资朋友 其实观念都蛮好的 都知道说 其实做股票要做功课 要研究基本面 所以会去看新闻 那新闻里面呢 也有很多产业的知识 就如同上个阶段我举例 讲到NB 或者讲到面板 那你甚至上网稍微 Google一下 你会看到 大概这一两个月 出来的新闻 都是利多 没有利空 没有讲坏的 没有看不好的 可是 回归到 实际的操作 如果你 这一两个月去买 友达 去买群创 去买红机 会不会赚钱呢 我觉得 恐怕很难 除非是跑很短线 很短线 很短线 否则很容易呢 利多出来 也许当天 还有点激励效果 但隔天以后 可能就转弱了 那这个就会变成说 越来越多 散户就套在里面 因为你买完 它就不涨了 那你就在里面等 想等它涨 然后能够赚钱出场 但偏偏呢 这样子做的人 就越来越多 很多人去买了 没赚就等 买了没赚 继续等 等的人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筹码的包袱 是不是越来越重 那为什么不会涨呢 并不是说 那个产业的 基本面积息是错误的 并不是错误的 而是在于 它是落后的 就如同刚才 给大家看的新闻 面板的报价 都涨多久了 涨好几个月了 涨到报价 都创历史新高了 那相关公司 就算获利要好 问题是 这个利多是人尽皆知 筹码它会变成是一个包袱 那同样的 像我们最近跟各位讲 精彩 337是精彩 现在大家都知道 它的好 对不对 因为股价已经涨给你看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它的好 那所以前面没赚到的人 现在都想什么 想要赶快买 赶快上车 想要能够赶快赚多一点 但偏偏 如果你是在 190上下这里 因为没有赚到前面的 大涨行情 那觉得心有不甘 所以现在希望赶快 它能够再复制一下 11月初这一段 能够赶快再喷出 涨到230 250 那如果你现在跳进去 结果你会发现 怎么精彩跟想象的不一样了 怎么没有像这样子 涨停板 或者涨不停连续收红 反而是红黑红黑 整理 那包含你看 掌握大资金 又专业的外资投信 两大法人 最近已经开始 筹码松动了 前面外资连续买 投信也连续买 股价就喷喷喷 连续涨 现在外资呢 买一下卖一下 买一下卖一下 投信更是呢 卖超居多 所以股价难怪整理 因为所有 你该知道的好 别人也都知道了 第三季财报都端出来给你看了 第四季会更好 其实现在哪一个 研究精彩的人不知道 台积电扶植他 大家都知道 台积电移进的机台 现在呢 机台呢 产能都满载 大家也知道 所以精彩他就只好呢 先整理 整理的逻辑是因为 必须要让那些 现在才进场 又没有耐心的人 默默地离开 那他才会再发动攻击 所以讲白话一点啦 就是最好赚了一段在这里 不是在这里 所以我从面板讲到NB 讲到精彩 其实都是要告诉各位 股票呢 最好赚的机会 一来的时候 你就要上车 你要买的比多数人都早 你就会赚钱 你就会成功 不是等到呢 这个题材 报纸都写出来 你跟所有人一起知道 那其实都会不好操作 那所以最近的同志 三无二同志 走势也比较黏一点 那我们做第一趟 做第二趟 再做第三趟 那目前呢 第三趟不求多 小赚先出金 因为你可以发现到 最近的同志 事实上呢 也已经是整理的形态了 那这些都是长期 当然还有期待空间的股票 但是回到操作上面 有时候呢 你必须要尊重 考虑技术面 跟筹码面的讯号 好 那8924大田 同样的 做第一趟 做第二趟 现在第三次 再度买进 第三季EPS2.8元 前三季累计4.66元 全年度有机会呢 赚7块钱 现在本益比不到10倍 那我认为大田呢 因为已经先经过整理了 那这个整理压缩 都已经到尾身 那也代表呢 先前可能一些呢 不管是获利的卖压 解套的卖压 这个不耐盘整的卖压 大概都消化差不多了 所以有机会再发动行情 那1736乔山 这边攻上来之后呢 维持高姿态强势整理 第三季赚1.49元 结束亏损 那第四季会更好 那明年又再成长 那这里呢 高姿态的整理 蓄势待发 看好呢 股价很快有机会呢 再出量转强突破 那再来就是呢 最近提到的半导体 今天半导体期也非常热 那么呢 这一档半导体公司呢 事实上第三季的财报 三绿三升 包含毛利率 营业利益率 跟税后净利率 尤其呢 这一条是它的税后净利率 改写了近年来的新高 那在美股盈于EPS的部分呢 第三季也是大幅度的跳增上来 那目前股价呢 带量突破下降压力线 目前呢 也是呢 就站在攻击的起跑线上 那记得魏杨老师所说的 一档个股 当大家呢 不清楚不了解 它的利多题材的时候 你就要呢 提早把握 那才能够呢 轻松布局 而且将来呢 获利比别人多 那不要等到呢 利多都已经传遍市场 人尽皆知 所以呢 一档标股要买 就要呢 积极的卡位在起上点 一开始就要上车 不要等到呢 大涨了一波之后 才开始烦恼 怎么操作这么困难 怎么获利这么不容易 那基本上呢 只要跟警卫老师的脚步 我相信呢 年底之前 还有很多呢 全新的标股 正准备开始发动 我们呢 陆续掌握了好几档个股 除了这一档盖牌的 半导体股之外 那么还有几档呢 中低教育的个股 都非常适合大家 跟着我们一起进场 欢迎大家呢 直接跟上 魏杨老师的 高手夺宝大赛 从阳明 同志 南地精彩 到下一档 务必把握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